先来上一个妆前乳 我今天眼圈还是好重啊 一般我上里有防晒效果的妆前乳的话就不会去涂防晒霜了 不然的话整个妆感会很厚重 我今天带的是一款日泡美瞳 然后是这个 这个颜色叫做洛亚立宗 直接上粉底 其实这款粉底液没有在视频里面看的那么白 它在现实里要更加贴合我的肤色一点 你看就是跟我下面的肤色是差不多的 粉底液它是会氧化的 也就是你刚上上去的颜色可能过了一会儿它就会变黄或者是变粉 这款粉底液是有一种奶油基的质感 就很贴合 而且很适合秋冬取用 非常的滋润 沾一点点的遮瑕 然后盖在这里就好了 然后再盖一下我这里下面的红血丝 这个刷子真的好好用啊 一定要去买它 因为它这个刷毛的话是比那种平头刷要蓬松一点的 上去的遮瑕膏它会更加贴合到你皮肤 就不会那种硬邦邦有那种刷子的痕迹 这个刷子真的太好用了 神刷 再用粉饼来定个妆 我的棉花糖粉饼又见铁皮了 这样我的黑眼圈就基本上被遮掉了 脸皮就遮瑕象 这样整个妆感会更加雾面 然后又有一点点带水光机的效果 像这里屏幕机 它会发出那种光泽感 我要用刷子把它刷一下 用这个眉毛雨衣把它定个型 让眉流感更加的强烈一些 这个刷子它是双头的 就是这边呢它是一个眉毛雨衣 然后这边的话是相当于睫毛雨衣 就两头的 先用这个颜色 然后用这个颜色来加深一下 用这一盘的这两个颜色来贴着睫毛根部去加深一下 用这一盘的这两个颜色来贴着睫毛根部去加深一下 用这一盘的这两颜色来贴着睫毛根部去加深一下 这样就会带有一点点的小微星的感觉 比起这边的话 整只眼睛会更加有声 然后会深邃一些 然后再带一下 向眼尾的三角区 最后用到的是这个熊猫盘的黑色 来代替一下眼线 填补一下睫毛空缺的地方 然后在眼头这里 稍微坏 眼尾的这一段在用黑色的眼线液把它平补一下 然后用卧蜡笔在眼头这里提亮一下 面包盘里面这些珠光色还是挺美的 用这种亮片在眼皮中央稍微提亮一下 加一点点小点缀 让整个眼妆看上去就会跟它灵动 让我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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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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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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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的顏色我還是用到的是這個顏色 然后再把我的鼻液两色给盖一下 今天腮红也是用到这种偏裸色系的玫瑰色感觉吧 又有一点点的豆沙色 最后来点一下高光 在眼头这里也点一下 橙色用到的是Map的有五五蛋 就是非常好看的肉桂色 但是又有一点点的豆沙粉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